先來看一下你的這個網站怎麼做發佈 首先你可以來看一下我們這邊 剛剛這個是針對頁面的 頁面建立一個新的 複製就是這個 複製是這個 那對的 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想要改一下 第二頁以後的名字可不可以 可以喔 首頁各位要稍微述一下 因為我們在做網頁的話 原則上首頁都叫index或defore 所以首頁盡量不要改 但是第二頁以後要改 要殺要寡隨便 你就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可以改變他的 頁面檔案的名稱還有 標題 網頁的標題甚至你可以做什麼關鍵字啊 你的那個 網頁的關鍵字都可以從這邊 這是從這裡 那網站的部分呢你看 你要建立幾個網站都沒關係 我們現在預設現在在用叫myside 你一樣可以點這個齒輪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針對這個地方改變一下 你的名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注意到 它有歷史記錄嗎 喔原來 所以我這裡按下去 萬一你編輯錯了 可以從這裡回來有沒有 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 所以這裡有 再來 這個 就要問一下大家囉 你們有沒有看過 我們在看別人網站的時候啊 上面都有這種圖 有沒有發現 很多上面不是有這個嗎 這個就是哪個 就是這個 Ferror Icon 就是這個 所以你如果有做 你也可以直接改喔 只是它的圖 不大啦 我記得好像是40乘40的樣子吧 尺寸我有點忘記但是就小小的 所以如果你會做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個 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個 這樣了解嗎 那這是 關於網站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拿到別台電腦 可不可以 可以 有沒有一個叫輸出網站 這個 所以你只要把它按下去 它會幫你 來我們就在桌面上建一個資料夾好了 好 你就點到它 我們選擇這個資料夾 它就幫你輸出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輸出之後 到底長什麼樣子 OK 現在呢我回到桌面上 新資料夾2 你看 有沒有一個它的專案檔 然後呢 有它用到的素材 還有它的什麼 畫面的那個 圖檔 所以你如果拿到別台電腦之後 我拿給別的同學 你把這資料丟給他 他就可以用匯入了 因為可以匯出就可以匯入嘛 所以我從這邊 這裡我先取消 把網站這邊有沒有一個加 對不對這是增加新的 可是下面這裡 有沒有叫 import 你就可以把你的 拿到的專案檔直接匯到這台電腦裡面來用 這樣你不用重來 這樣清不清楚 這是就 網站本身的管理的部分 那如果你做好真正要發佈出去變成網頁 就在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這裡 目前Mobilite它沒有 資料庫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做的都是靜態的頁面 靜態的頁面 所以呢 你在這個 發佈 它有三種選擇 它有三種選擇 一種就是說 你做好之後 我幫你把它放到哪裡 你指定的自己電腦裡面資料夾 就是變成一般的 網頁檔案 第二種 我就直接透過FTP 因為一般我們要傳到空間上的話 就是透過FTP 檔案傳輸 你們現在比較少用這個吧 有沒有人有聽過沒有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檔案傳輸用的 因為早期的話 網頁要傳檔案 不像現在雲端也那麼方便 所以它有一個專門的 傳輸協定 就是要傳檔案 傳檔案 那所以有 有些軟體 就專門在做這一塊 如果你申請了你的主機空間 我就可以把檔案放上去 那就像一般網站一樣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這個可能各位就 如果有在完成式的 才會有用到這個 有用到這一個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你就可以 Publy出去 甚至呢 我不用每次都 重新再來 我可以這裡勾起來 就是什麼 我有改變的 再發佈出去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先選一個資料夾 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我再建立一個新的 這個是第三個 所以我就把 把它發佈到這邊來 你剛好可以順便看一下 跟剛剛網站會出 有什麼不一樣 它現在發佈出去會順便用瀏覽器幫你打開 好在這邊是IE的部分有沒有 像這樣 有沒有看到有動畫 了解了嗎 是不是有動畫 好那我回到這裡來 你看 剛剛這個 第三個 有沒有這邊用變標準的網頁 這裡就是標準的網頁 好那你的 相關的圖片啊 檔案全部都 他都幫你整理好了 所以用這個軟體 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你使用 比用編輯器還方便 那做出來效果又還蠻不錯的 好這個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哪裡有免費網頁空間 可以用的話呢 我們這裡有 在這邊 好你往下看喔 我有整理就是 有沒有虛擬主機 在台灣的有一個叫Line Free 那這個是有中文介面 可能大家會比較習慣 好那 另外一個呢 這裡也有 就是那個 下面還有一個叫做 000 我好像少加了一個 應該還有一個叫 000 web web host 這樣子 000web host 那個也不錯 所以 你可以參考啦 因為這個Line Free是台灣的主機 也是免費的 所以 可以做參考 這樣如果說你不知道 到底要放哪裡的話 就到這邊申請一下 也可以 這樣OK嗎 可以齁